這是什麼狂? 什麼狂? 我們沒有食物?要吃樹皮嗎? 所以你記不記得 我們以前老人家說了一句話 你想不想聽? 當然想 江棍遇到,沒有鼻子,就是它 那就是什麼意思? 就是它整條江端端,沒有葉 沒有葉,我們吃什麼? 吃牠下面的樹 下面有植物? 所以說你們真的不懂 我們是番尋味 去到每個鄉鎮 一定要找農家特色的東西 不如舅父,你和我討論一下 這是什麼植物? 這是什麼植物? 叫木番薯 木番薯,簡直是木薯 你叫木薯? 有木仔 叫木番薯 你叫木番薯 海洋 現在最新的越大地區 廣泛灰灰灰 在我國廣東、廣西、福建 海南等地都有中脂 木薯的適應性很強 內旱、小病從害 木薯富行澱粉 具有很高的經濟價值 舅父, 別多說了 我們想看看木薯是怎樣的 你想知道吧 是 你嘗試看他們兩個人夠不夠力 不夠力, 一定要七棟的床頭 即是自己像拔蘿蔔一樣拔的嗎 是的 1、2、3 你吃了早餐沒有? 我還沒吃 全部都是我邊出力的 舅父, 你出力也不行 你不用出力的 是的 我全靠舅父的力量 看… 舅父不行 舅父就行, 不是不行 舅父一定有辦法 我要找工具 那要把蟋子拿出來嗎 當然了 說明是木番薯 果然好像是薯仔, 浪費在地上 是的 舅父掘了這麼久也沒有 當然有, 你可以閃爍 但是說廚師要把它扔掉 那塊是嗎 是的 看到了… 看到嗎 就是這塊, 很難叫的出來 很大條 爛了,可以嗎 你這塊刮爛了, ちょっと不要了 拿著那條 這條是完整的 還有一條很大 有一條 真棒 不要 還有一條很大條 就有這條 有一條 今天很豐盛 厲害了嗎 你知道木薯嗎 是 平時我們小時候過關時 怎麼吃的?是當花魚嗎 我做主量 你想知道怎樣吃 是,你先呼吸氣 讓我先呼吸氣 拿回去,拿著 拿去,把表皮刮走 然後就煮,一煮就開花 開花後切薄片 是 生炒,用豬肉炒得很漂亮 看起來顏色有點像鐵棍淮山的顏色 覺得澱粉質豐富 不知道吃起來的口感是怎樣的 待會你就知道 好,趕快試試